1916年2月,鲁迅在日记中写道,本月晋升第三级缝,月工资从280块大洋涨到了300块大洋。 这份工资其实来源于鲁迅的本职工作,也就是民国社会教育司的科长。 当然,鲁迅的收入也不单单只有本职工作,他除了是民国的公务员外,还是一名文豪,时不时就可以通过写稿子来赚稿费。 那鲁迅拿着这些工资,生活过得怎么样呢? 以当时的上海为例,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,如果一个月只有不到30块大洋的收入,那这个家庭的经济就是平民阶段。 但能有66块大洋的工资,那这个家庭的经济就属于一般家庭。 如果收入为100块到200块之间,那就是中等收入家庭。 如果是300块大洋,那就是上等人的生活了。 所以,单从收入来看,当时的鲁迅其实已经过上了上等人生活。 但可惜的是,鲁迅不是光感司令。 鲁迅自己曾在日记中记录过1912年到1917年的开支情况。 那个时候,鲁迅还未结识徐广平,所以大部分的开支都用到了赡养母亲和康福弟弟身上,在他们身上。 鲁迅每个月都要支出至少150块大洋。 而刨除这个大头之后,鲁迅才开始往自己身上花钱。 一般来说,他每个月都会花30块大洋给自己买书,然后还会花30块大洋当作生活费。 当然,作为一个中国人,最无可避免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婚丧嫁娶应酬,一来二去也花了不少。 那个时候,一个普通的工厂职工,一个月能拿到40块大洋的工资,就已经要支撑一个家庭了。 稍微好点的律师、工程师等职业,能拿到手的工资大概是100块大洋。 而当时的一块大洋,大概能买8斤的猪肉或者是150颗鸡蛋。 如果按照现在的购买力来看,那一块大洋大概相当于人民币150元。 按理说,鲁迅赚的钱应该足够他生活。 可偏偏,鲁迅不仅要养活自己,养活母亲,还需要支撑自己那两个时常手头紧的弟弟。 所以,一来二去,鲁迅其实过的也是入不敷出的日子。 最贫困的那一年,鲁迅还卖掉了自己的绍兴老败,并向朋友借了不少钱来周转。 鲁迅的生活贫苦,也不免让人好奇,他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? 作为民国公务员的鲁迅,之所以月月领300块大洋,仍入不敷出,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的家是一个吞金兽。 鲁迅留学归来后,在民国的教育部工作,吃的是公粮,赚的钱也是他们家最多的。 而那个时候的鲁迅也还没有遇上徐广平,按理说,只要好好打理,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。 但谁也没有想到,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不争气。 和鲁迅一样,周作人也去日本留过学。 但不同的是,周作人学成归来的时候,还带了一位日本小媳妇与太信子。 在鲁迅母亲的眼中,自己这个二儿媳是个实在人,在家里头什么都干的了,不管是上街采满,还是打扫家务,统统都是一把好手。 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品实的日本传统女性,竟然也有花钱大手带着的习惯。 当时,鲁迅几兄弟都是住一派的,可鲁迅因为和原配夫人朱安不和,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回家,只给钱。 但朱安不识字,所以也没有管家的想法,于是鲁迅交回家里的钱,通通都到了宇太信子的手中。 但宇太信子拿到钱就乱花,不仅会花光鲁迅交给家里的钱,就是周作人好不容易赚回来的稿费,也会被花得干干净净,甚至于需要负债生活。 这还不算完,宇太信子自己不工作,却会沾着鲁迅和周作人的光,把自己的家人借来同住。 就这样下去,鲁迅的工资就是再翻两翻都招架不住。 鲁迅本身就比较节俭,一双鞋破了洞,还能补补继续穿,时间长了,也看不下去宇太信子的行为。 就好生好气地劝周作人管一管,但周作人虽读书多却不明理,没当一回事。 结果,等鲁迅又一次回家取东西的时候,竟然遭到了自己弟弟和弟媳两人的辱骂,双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。 此事过后,鲁迅也正是和自己这个不明理的弟弟分了家。 分家之后的鲁迅也不再需要供养周作人一家,更不用被宇太信子的一家吸血了。 如此一来,鲁迅的经济反而宽松了些。 1925年3月,鲁迅结识了徐广平,并在两年后的10月开始了共同生活。 这一时期的鲁迅,日子过得就舒坦很多了。 徐广平就曾说过,两人刚到上海的时候,其实租个一层楼就完全够用了,但鲁迅不干,非要租一栋三层洋楼。 而鲁迅租的地都是非富即贵的地方,基本个个都有水电器。 这样的宅子,在那个时候的上海,可属实是不常见。 当然,鲁迅也不单单是住得好了,就是在花钱买书上,也更加大胆了。 之前,他一个月能花30块大洋买书,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但从1928年开始,鲁迅每月在买书上的花销,足足有90块大洋。 要知道,在当时那个社会,一个五口之家每月能有66块大洋,那全家人可就都吃饱饭了。 但鲁迅最赚钱的,其实不是在民国当公务员,而是在民国当文人。 人人都知道,鲁迅的饼是锋利的匕首,能够抠开民国这个吃人的社会,也能痛击社会中的不堪。 但极少人知道,鲁迅的饼也是一棵摇钱树。 上世纪30年代,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,而文人默克和知识分子也不甘示弱地以饼为刀,在报刊上挥洒自己的思想。 另外,受经济影响,当时的出版社不愿意耗时耗力地出版长篇小说,几乎人人都在争取短期流量,出版短篇小说和杂文。 于是乎,鲁迅也顺势而为,开始大批量地撰写杂文。 从1933年开始,鲁迅就不断变换笔名,疯狂发表杂文。 到1934年9月,鲁迅在这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,光笔名就换了40多个,而发表的杂文数量更是高达130天。 值得一提的是,鲁迅这段时间创作的杂文,基本上全部都是由自由谈杂志发表的。 而鲁迅之所以如此频繁地给自由谈投稿,原因有二。 第一,自由谈是申报的副刊,自打创刊开始,就一直在以低级趣味的文字影响国民。 不管是国际大事,还是社会事件,在这里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播报。 这样的创作环境是鲁迅喜欢且需要的。 第二,自由谈的稿酬高,给鲁迅的标准是每签字十块大洋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签字还是包括标点符号的。 你说说,在这两个原因的加持下,鲁迅的稿费是不是非常丰厚? 当然,也有人统计过,称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总收入大概是七万多大洋。 有了稿费之后,鲁迅的生活水平也水涨完高。 儿子周海英出生后,鲁迅非常看重,时时刻刻都想着自己的儿子。 他在日记中就曾写过,1935年5月9日为了照顾海英, 他花22元买了一台留生机。 留生机这种物件完全不是生活必需品,所以价格也比较贵。 但鲁迅却不在意,为了哄儿子,直接就买下了。 要知道,这个数额的钱足够当时一个普通人花两个月了。 除了照顾儿子外,鲁迅对享受生活也有自己的执着。 在鲁迅看来,如果是出门看电影,那就必须要尽兴,怎么着都要做到第一排,清清楚楚的看。 当时,鲁迅常去的书店老板就曾戏谑过,称鲁迅很破气,常常都看得起电影。 另外,在宴请吃饭的问题上,鲁迅也非常坚持,一定要吃得好,不然的话就不辱不清。 所以,当他宴请自己的日本朋友或者是美国朋友时,总是带着他们去上海最好的馆子里吃饭。 如果要留在家里吃饭,他也会从这些知名馆子里请饭店的大厨斩勺。 不过,千万不要鲁迅是那种大手大脚奢侈的人物。 事实上,鲁迅在稿费赚得很满锅满的时候,开销最大的两样,其实就是吃饭和看电影了。 除此之外,他还是那个勤俭节约的鲁迅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仿佛文人就应该是穷酸的,只有穷酸才能写出好文章。 但其实,鲁迅的文章出自他的见闻,也出自他的心。 有些时候,我们真的要庆幸,庆幸鲁迅那会还过得下去,否则中国文坛,岂不是要少一位伟人? 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的民国社会其实对文人的照顾是非常高的。 西南联大时期,教授们的工资大多数都是上普快。 陈寅客最高有500块,而朱自清、文艺多、金月林等文人,一个月基本都能拿400块以上的工资。 要知道,同时期的工人,每月工资其实只有15块,而一个小县城也仅有20块大娘。 也难怪人人都说,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民国,是文人最幸福的年代了。